今天傳說有一個臨時的更新 金娜果然被削弱啦 連同他的大招一起被削弱 幫金娜QQ吧 那有一位英雄 他是即將要起飛啦 他就是查哥納爾大象 他也是跟金娜一樣 莫名其妙 直接被改超級強的 他的二技能傷害大幅度提升 你問我到底有多痛 你看就知道 在追尋 出生 他就會被努力了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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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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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我是修哥 I'm Yuga 那這場就是大象走中路的實戰解說啦 大象我記得在很久很久以前S2還S3的時候吧 他有起飛過一陣子 就是那時候很夯大象中路而且很痛 那被削弱之後再也沒有起飛過 一直到現在S15才有他可以莫名起飛的動力啊 那至於這個版本你說他強不強 我等一下再跟你講 那絕對也不是用一場的戰績來去判定或論定 大象他是不是真的變得很強 所以等一下我會給你們看圖 先看這一波 對面的中路大阿西開了一個大招 我也開一個大招可以解掉大阿西的控制 結果這個大阿西不知道為什麼 莫名的飛來了大招的原點給我們殺喔 他可能太緊張了吧 這一次大象改強的是他的二技能 二技能每用一次可以增加大象30%的傷害率 以前最多只能疊兩層 現在可以疊四層的buff 那最多就是增加大象120%的傷害率喔 120%跟60%差的可多欸 這邊達爾西又都有開個大招喔 想說能不能弄弄我 沒想到他自己先殘血 結果我居然沒有殺掉達爾西 然後最後還被他的支援 拉維爾給殺掉了 然後我剛剛確認一下 的確對面的達爾西他是有帶死神之幼的 所以他沒有死掉 所以有點可惜啦 那這場是一個大逆風局 那跟各位觀眾報告一下喔 我剛剛說絕對不是用一場 就去判定這隻角色 他到底有沒有起飛 到底是不是真的很強 所以這場是我玩大象的第三場 那前面兩場的戰績 我也不怕給各位看喔 前面兩場是輸的 不過在輸 而且還是在大逆風的情況下 第一場的輸出有40.9% 那第二場的大象 他的輸出就更高了喔 有42.5% 兩場的輸出都超過了40%以上 重點是第二場對面還有 台灣第二莫拉 你就會知道說 大象以前面兩場來看 大逆風局他都還能穩定保持在40%的輸出 那這場你們現在看到的影片第三場 他輸出高達了46% 這個有點誇張了 而且今天這三場給你們看的都不是順風 如果順風的話 那當然要起飛是非常容易 因為有錢嘛 那如果在大逆風的情況下 要起飛真的蠻困難的 現在呢來跟隊友來打這一波魔龍戰 那對面刀鋒 那什麼拉維爾都打我 真的扛不住傷害 當然第一個被抓掉了 然後刀鋒直接刷起來 火的拉維爾跟愛麗茲還在打後面的馬洛斯喔 不過最後馬洛斯也是死掉啦 那畢竟大逆風場就是這樣 那如果在大逆風場呢 還是可以給你們看到開頭精華那樣 這麼精彩的表現的話 那真的可以證明說 大象他起飛是非常有感的啦 現在在中右L草叢看到對方一個拉維爾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的隊友全部人都跑去打那個暴風 只有我在抖這個拉維爾 我最後還抓掉拉維爾之外 我還走掉 我一個一打二還能抓掉拉維爾 那個拉維爾他死的感覺就是非常的莫名 他直接在全兵打 WTF 他完全就是有點看不起我這隻大象 殊不知大象真的起飛 而且很痛 他一個二技能啊 我抖到後面 一個二技能可以抖2000多的傷害 因為大象在開大之後 他的二技能冷卻超快 所以在每一秒就可以抖2000傷害來看 我是不是在五秒就可以抖個10000傷害 所以這個傷害是非常可觀的喔 那再加上這個版本啊 我們都知道惡魔的微笑阿 極寒之戶裝備的改強 所以讓我們的大象有更好的坦度 那所以我也非常推薦我現在左下角這一套裝備拉 出一個惡魔微笑阿 極寒之戶增加物理防禦 那再殺一個仙靈吊墜增加魔防 這邊安格雷看到我們一群人 直接騎馬走掉欸 看到現在我們還是輸11顆人 大逆風被壓著打了 好現在呢 再來賺錢 逆風的時候阿 真的 能避戰了 不必要打著架 就不要一直去打架 那能賺的錢喔 盡量去賺 不過呢 賺錢之餘 還是要提醒各位 注意自身的安全拉 那來探草 只有我有資格探草 因為我們輔助是愛麗絲 她也沒資格探草 那我是因為有出什麼物防血 極安之物那些增加物理防禦 這時候對方吃的 凱撒欸 我就看到那個拉維爾 一個人在吃魔龍 就直接開打 抖爆她 你看我這個傷害 太高了吧 再加上我帶的是斬殺 而且我一技能 剛好可以去解掉 那個 達爾西的 標記 大招標記效果 我還在抖喔 目標當然就是 抖出我的新高度 我真的要起飛了 那刀鋒也切進來了 我們就是稍微等待一下 技能冷卻 拉著打就好了 而且我的狀態還非常好喔 我現在一直在等那個 達爾西 真的 因為我有大招 她一定會被我黏到 封掉 爆炸 現在來草叢 蹲一下 我就是在等那個達爾西 她一定會走過來 有了 一技能緩到她了 這時候呢就直接開大 抖 一技能緩速 再抖再抖 她直接掛掉了欸 我拉維爾 暗劍傷人啊 直接開大射我欸 好險一技能可以解控 那盡可能去把這個 天空巨龍打掉 結果看到一個安格列 好險她二技能不是放我 我先走了 我真的不行 這邊一定要撤退 看到這邊啊 有沒有覺得 在一個大逆風的情況下 大象她還是 有感覺到起飛的感覺 絕對不是 以一場或是順風局 來看這隻角色 好這邊跟大家報告一下 就是 我最近應該都是會在主頻道 就是 現在你們看影片 這個頻道 來開直播 平日的話 就是晚上七八點左右就會開 假日的話 大概下午三點 左右會開直播 大家記得來捧場一下啦 那現在就是開大 直接把那個安格列抖掉 那完全沒有在害怕這個馬洛斯的 我到底有沒有這麼厲害啊 艾斯幫忙開了一個大招之後 再抖一下 再一個一技能 成功收掉了馬洛斯 這個大象真的是有點超乎我們想像的 我一定要再提醒一次 那我也是說最後一次 這一場我們本來是大逆風局 那大象依然有這個表現 因為我只是想要帶給觀眾 事實證明說大象他真的是有起飛的感覺 而且 大家 他的上手難度也是很低的 那我也相信 他的售價也很便 很多人有大象這隻角色吧 就是提供給大家一個他起飛的資訊 如果大象啊 你們玩起來 一定要 怎麼說 要懂得賺錢 因為你在沒錢的情況下 你也很難 走出一個新高度 大象 為什麼要一直對我開大勒 好啦 確實我被那個大象也定了滿頭包 被他打掉半條血就直接回家吧 那本來這件裝備我要出綠書的 出綠書可以增加大象的生命值 還有很多的魔攻 但是我後來想一想 我還是增加續戰能力 所以最後一件選擇出了生命法杖 那看到刀鋒還有對面的大象 開大直接抖起來 刀鋒死掉之後 繼續來追這個達爾西 繼續追 你看我傷害真的還蠻高的 那再看到右下角有一個拉維爾 完全不害怕他 因為我的裝備物防很高 然後我真的太痛了 剛好他們在阿里斯的大刀身上 抖起來 一進了開起來 哇這一波 這一波真的太神了 我我從頭抖到尾 從一開始的刀鋒 再到達爾西 還有拉維爾 到最後的馬洛斯跟安格列 那阿里斯就很不爽 開全品 罵那個安格列 笨 因為這一場喔 對面那個安格列 真的是嘴有點 有點臭臭的 他整場齁 不知道在罵誰 罵就是 對面安格列一直在開全品 罵我們很笨 罵我們很笨 所以 當然那個阿里斯會忍不住 我一定要幫那個阿里斯說一點話 因為是對方 安格列一直開全品 罵我們笨的 所以他才這麼說 那我剛剛反了一個藍嘛 然後下路 清個兵 賺個錢很重要 錢真的很重要 錢 有多少錢 你決定了你這一場 能不能 翻盤 逆轉 的一個 這個 勝率 這個安格列 開大之後 有點討厭阿 他那個無敵時間 有點太久了 然後他 太痛了 他的無敵時間 真的太久了 他直接把我劈死欸 復活之後當然就只能 守守兵線啦 那對面又吃了一個凱撒馬 在上面放一個天中巨龍 那他們的拉維爾又吃了一個 深淵魔龍 刀鋒拿到了黑暗之刺 哇 上面有一個龍啊 這怎麼守 這怎麼守 就是跟著他們打一波囉 那注意到我 盡可能都會把傷害打在天空巨龍身上 這邊安麗絲大招開得太漂亮了 看到後排兩個人 我直接抖爆他們欸 那基本上那個達爾西跟拉維 是被秒殺的狀態 那刀鋒也沒辦法限制住我 所以安格列看到我就直接衝我 好險我的隊友來了 我的起羅阿 安格列是沒有大招的阿 抖爆他阿 我都覺得我這一場有種 如果 我一波團戰沒有辦法一打三的話 我們團戰就會崩掉的感覺 拉維爾一個傻眼貓咪 開全民說 大象你超痛的欸 當然啦 我這邊很想打字啦 但是剛好有兵線進我們的高地 所以先把兵線清掉 再來打字 一定要這樣先清兵 然後當然我就回答一個 嗯 呵呵 你們自己看我就不念出來了 OK 我是大象 有沒有感覺到起飛的感覺 他開大衝後排 沒人限制得了大象 除非對方出阿萊斯特或阿萊 這個愛麗絲肯定也是老司機 呵呵 我也不念出來 你們自己過目自己看喔 現在的我感覺 真的有起飛的感覺 但是人頭還是輸很多喔 輸七顆頭 真的 我覺得這一場 我沒有辦法 一打三的話 我們團戰會崩欸 我真的很害怕 在打的當下真的超害怕 我很怕 我一個團戰沒辦法一打三 蹲到一個安格列 他在開大 還在砍的時候 然後他好像被阿萊斯沉沒 又被暈到 就直接沒辦法下馬了 我們這邊打得很開心 結果發現 喂 我的中路阿 中路高地阿 哇 我們龍馬還在親外塔的兵阿 快喔 我的高地阿 不是吧 這個馬洛斯默默不講話 直接來拆我們家的高地欸 他開大跑了 我追不到 給他跑吧 但是隊友好像追到他了 刀鋒直接切掉了拉維爾這一波 然後刀鋒再切掉了拉維爾這一波 可以注意到我的動向 呃 我很盡力的想要把刀鋒收掉 所以開了一個大招之後 往前斬殺 先把刀鋒收掉 不過刀鋒居然有 滅盤之刃 我再來收這個拉維爾的同時阿 我的大招就已經用掉了 在沒有大招的情況下 對方又有三個人阿 然後這個刀鋒 哇差一點點阿 最後當然不意外 就爆炸就輸拉 那這場呢 我的大象拿到了 46.5%傷害 大逆風局還能46.5%喔 提供給大家 不要忘記把影片給大家的喜歡 我是Hogo 我們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